早安 欢迎收看八点新闻 我是刘一涵 新闻一开始带您掌握最新消息 新闻是一辆黑色轿车 不明原因不然自撞翻覆 从画面当中可以看到 国际间的最新消息 香港网友在6号发起了 反极权反警戟法大游行 让警方跟展开驱离行动 双方再度爆发冲突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 珠光解放军一度在营区内 举其警告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 昨天晚上11点钟 跟人在纽约的立委江启臣 视讯连线 对侨胞精神喊话 呼吁大家能团结 在明年的1月11号 总统大选时 能够回到台湾 投下神圣的一票 来看一段稍早的画面 最新消息 台北市长柯文哲 日前才批评前高雄市长 也就是总统府秘书长陈菊 为非作歹 柯逼夫人陈贝琪 前一天更在脸书上接力po文 说他搞不懂 欠债几千亿的市长 怎么民调永远都会第一呢 已被解读 是在暗指城局 加上市政顾问蔡壁如 他在赖的群组上 转传了总统蔡英文的论文消息 同样引发争议 何必对此早上受访时 又是怎么回应的 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肚子痛 拉肚子超过三个月 提起您千万要当心了 有一名男大生 因为长期腹泻 他的体重还从98公斤 掉到了50公斤 最后确认是罹患 发炎性肠道疾病 要是没有及早治疗诊断控制 除了生活上会大受影响之外 长期累积下来 肠道的伤害 更是会造成不可逆的并发症 像是长穿孔或者是楼管 未来罹患大肠癌的几率 也会比一般人还要来得高 8点40分 带你来看到高明社会来临 越来越多家庭面临失能照顾的问题 而其中昂贵的辅具器材 对部分家庭来说可能都是沉重的负担 原本是室内设计师的谢国荣 加入了慈善团体当志工之后 他发现很多长辈或生长者 都会有辅具的需求 于是开始把状况比较良好的二手辅具 回收手里之后再免费捐赠 不然环保还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 香港网友发起的反极权反紧急法大游行 让警方展开驱离 双方再次爆发激烈冲突 而值得注意的是 駐港警方军一度在营区内举起警告 这是反送中以来